落成18台和台湾的观光局合作 退出主播带您由台湾PAR3 再过不到20天就要出发 因此这个报名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而前面这一个月为您介绍了 整趟行程将要前往参访的重点 包括了蜜月圣地日月坛 南投的十古籍乐团 以及高雄佛光山等等 不过行程可不止这些 今天要继续认识陆港的百年古籍 和其他购物赏花等丰富活动 一起来看看这趟主播带您 由台湾的超值行程 在台湾有山水美景 有城市繁华 有人文艺术也有古都文化 而提到台湾古都 就不能错过曾被誉为一辅 二辅三蒙甲的三大古籍保存区 在主播带您游台湾PAR1行程中 已经畅游过一辅台南辅程 今年则要前往二辅彰化陆港 寻找台湾百年古早味文化 那陆港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古都 非常有文化 台湾文化的 因为陆港就是有一个天后宫是百年的古籍 还有一个龙山寺 那还有一个摩尤巷 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到 那不止如此 我们还会带你走陆港的老街 仿佛你带你走入了台湾60年代的那个时代 看完古迹 别忘了品尝古早味点心 其中在台语发音为嗡来 谐音为忘来的凤梨酥 近年来已经成为台湾人气最夯的伴手里选择 那讲到伴手里呢 大家都不会忘记 我们台湾有个凤梨酥 凤梨酥大家都吃过也听过 但是有人去体验过 这凤梨酥制造的过程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主播带你去看 凤梨酥是制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看完了之后 还让你亲手自己去DIY 让你自己去做 做好了之后呢 你自己还可以带回去告诉你的朋友 这是你自己做的凤梨酥 你自己也可以吃吃看 有跟人家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行程 除了买礼物送人 到台湾也是添购全身上下服饰装扮的好机会 台湾也是一个购物天堂 你不只买伴手里的朋友 你自己东西很多东西可以买 鞋子还是衣服你都可以在那边买得到 甚至你平常的日常用品你都买得到 因为有很多东西你不一定要到百货公司 你可以到夜市里面都买到一些非常有意思 非常实用又便宜的东西 台湾三月平均温度约在华氏70到80度之间 适逢春暖花开时节也正是造访台湾的最佳时候 我们出团的时间是从3月25号到3月30号 这个天气就是非常宜人的 而且我们一去好的话会看到很多的花 尤其我们去到车程 那车程里面的樱花梅花都好多 那去玩好了这个主播带你游台湾的六天呢 之后你想要沿到东南亚去 我们有四个国家让你选 就是香港 澳门 越南 泰国 这是免费的哦 我们这个价钱里面是全包价 让你真的觉得非常的超值 当我们是经过这个18台 跟这个观光局推荐的个旅行社 所以品质上面一定有保证的 所以你跟着这个18台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让你细细的品尝 台湾的美 台湾的艺术 台湾的文化 不止如此 还有主播带你游台湾 回来还有DVD可以给你自己看到自己 走这整个行程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所以呢 没有来得上第一集跟第二集的 没有关系 赶快来报名这第三集 再来的话 你想跟我们的主播刘怡君 去玩台湾的话 就已经是完结片了 所以请大家赶快报名